《警察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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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住警察宿舍的 有一晚我記得很清楚 我們宿舍那裡有人說要去 那一晚我帶著小朋友 不如我們早點回家 因為那天我在奶奶的家吃飯 然後回去見到那些水馬 還有很多警察 我就覺得很恐怖 現在我們做了什麼 為什麼你們要這樣對我們 家本意是溫暖 且具有安全感的港灣 回家本意是卸下重複 放下憂愁的路途 可對於李太太來說 回家卻是擔驚受怕的態勢 被困在疫情的路障層層包圍著 全副武裝的警察燕正已待 黑壓壓的人潮蒙著臉叫消准 街上隨處散落著石塊和碎玻璃 這一幕就發生在香港警嫂李太太的家門口 由於家在警察宿舍的較深處 李太太及孩子當然心免於難 另一位警員家屬則沒那麼幸運 我先生的同事 他家被人打爛了 那些人在街上扔磚 扔爛了玻璃 那一天是奶奶照著兩個小朋友在家裡 一邊是一些人扔磚 另一邊有人衝上來拍門 那個奶奶很害怕 帶著兩個小朋友在廳裡 躲在桌子裡 家裡的傢俬全部都爛了 他第二天搬走了 現在那兩個小朋友經常發惡夢 自六月以來 香港部分激進示威者 藉和平遊行集會之名 進行各種違法暴力活動 在此過程中 嚴正執法的香港警察 逐漸成為違法示威者的攻擊目標 警察總部多次被包圍 警方防線多次受到衝擊 多名警員在執法中受傷 根據警方最新公布的數據 有1614名警員及家屬的個人信息 在網上被曝光 不少反對派人士 開始利用網絡散播 負債子償 禍及妻兒等 煽動欺凌警員子女的言論 隨後 多個警察宿舍遭非法示威者圍攻 多個宿舍單位的門窗被裝頭砸爛 出入口閘門被撬毀 宿舍區內一片狼藉 這一切讓身為警嫂的李太太憂心忡忡 李太太的孩子今年剛滿四歲 對自己的警察父親有著極深的崇拜 這種本讓李太太欣慰的崇拜 卻逐漸成為她的擔憂 男生一向都很喜歡警察 他現在仍然很崇拜他爸爸是警察 他經常在外面跟別人說 我的父親是警察 真的很驕傲 有一天我帶著小朋友打地鐵 電視上正在播出示威者和警察的衝突 我小朋友就立刻說 爸爸 我很害怕 我立刻掩住他的口 我很害怕有人看到他爸爸是警察 還有現在我幫小朋友寫的興趣班 地址 我全部都不敢寫警察宿舍 我覺得很可悲 看電視都是爸爸是警察 我好 they should be proud of it 但現在我說都不敢說出來 我覺得這個社會真的有很大的問題 儘管面臨著無處不在的威脅和恐嚇 李太太支持丈夫的心卻從未改變 2012年李太太與丈夫相識相愛 七年來攜手走過戰中的艱難時刻 走進現今的紛紛擾擾 說起丈夫 她依然覺得她很威風很酷令人驕傲 我對她都很尊重 她的質疑我都覺得很威 她有時邀請我去他們那些畢業里 都覺得很威風很型 我都很心痛 為什麽香港會變成這樣 為什麽會這樣受視警察這個群體 我先生他基本上天天上班 20小時 他回來可能睡一兩個小時 就立刻出去上班 我們經常見不到他 我都看電視 他都不跟我說他在哪裏上班 我都很擔心他的安全 選了他 這些都預料了 我們就搞了一些Found Raising 去支持警察 就找一些優班警察 幫我們送一些物資去警察局 我們都表達一下自己的心意 他說他都上班 拉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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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李太太一起為警察加油打氣的 還有來自內地和香港 數以萬計的普通市民 6月30日 村警队护法治保安宁集会 在香港天马公园举行 16.5万人走出家门 在庞陀大雨中 深渊香港警察 7月20日 31万人汇聚天马公园 守护香港为警察加油 8月10日 守护香港大联盟 发起全民称警日 市民们自发前往香港各大警署 慰问警察 阿瑟加油 成为当天响彻全港的最强音 8月17日 来香港天马公园支持警察的人数 从31万变成48万 香港各界代表纷纷站出来 呼唤和平深渊警察 李太太似乎不再是一个人 更多的李太太们走出家门 勇敢发声 更多的人站在了李太太们的身后 现在见到那么多朋友 出来支持警察 我都觉得很安慰 我觉得心灵上 给了我们一些支持 我都很感谢那些朋友 我觉得他是很积极的 他不管你们怎样看他 但是他都要做好自己 应该做好那份事 所以我觉得香港警察是真的很专业 他现在刚刚四岁 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我就跟他说 你爸爸是警察 他是一个英雄 你应该是很厉害的 你应该是你爸爸的 9月开学季就要到了 李太太的孩子 即将踏入崭新的学期 穿上校服 背上书包 孩子的步伐 依旧轻盈欢快 李太太称 自己的最大愿望 是希望孩子 能够平安快乐成长 希望在孩子又小的心灵里 警察父亲 依旧高大 且令人骄傲 选择成为警嫂 李太太也从未后悔过 他依旧对这座城市 有很大的信心 相信香港警察 香港市民 相信香港 我又不觉得 是一个很辛苦的身份 因为我觉得香港警察 和香港市民 是很守法的 我对香港的市民 是有信心的 你们在前线加油 我们在后方 一定会给你们 最大的支持 大家都在经历 一个很不容易的阶段 不要放弃 加油